中共對法輪功展開的殘酷迫害 自1999年至今從未間斷 在法輪功修煉者反迫害21週年之際 居住在美國的法輪功學員賈亞輝 講述了自己曾經在馬三家老教所經歷的迫害 1998年開始修煉的賈亞輝 原為聊生晚報廣告部商業部副主任 2008年由於北京辦奧運 中共當局懼怕法輪功向國際社會講真相 非法將賈亞輝逮捕 並關押在馬三家女子牢教所長達一年時間 為了轉化我 他們把我關進了黑屋子裡 然後關了30多天 然後他覺得不行 用各種方法 就是女孩子吧 要來月經 他不可以讓你隨便去上廁所 就是基本上的這些人權 他就是要你 就是沒有人的至尊吧 就是要你 這個你不能去廁所 你也不能用任何衛生巾 所以那個血是自然的 就我得順著褲子往下留下來 是這樣 雖然賈亞輝被關押馬三家女子牢教所 但卻是男公安管理 他的經歷讓人深感不安 幾個人他們把我的眼睛蒙上 蒙上之後幾個人不說話 就是用電棍在一直電我 從哪裡電呢 從人的最敏感的部位 從人的最敏感的部位 夜窝 一直到小紙 然後到鹿房 到大腿內側 那裡的學員在被 被打被電 他們那個時候呢 都是有 他們就會用心去喊 法輪大法好 大法弟子無罪 他每發出一個聲音的時候 就是那個聲音就時時刻刻印在我的 印在我的腦子裡 2010年賈亞輝來到美國 馬三家的沉痛記憶 在多年之後才漸漸淡薄 21年過去了 中共的迫害從未停止 但賈亞輝相信 黑暗再深也遮不住太陽 只要迫害不停止 法輪功學員們和平反迫害就會繼續 新唐人電視綜合報導